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二个部分 现在要谈到的是素食文化的缺点 我们看这个同学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他说as to as to就是关于有关于什么 这个as to我们也可以换用concerning concerning就是关于他的缺点 后面就接名词 这个可以换用一下 关于他的缺点disadvantages缺点 the first one意思 这个写法跟前面的写法 优点的写法是一样的 你看the first one the second one the last one 如果可以的话 老师是建议 换另外一组的模式 不要老是相同 缺点用一组不同的转折语词 优点用另外一组不同的转折语词 所以我建议 the first one is 我们不妨改成 firstly 这只是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要改不改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用firstly f-i-r-s-t-l-y 然后后面就是豆点 首先 如果我们总是吃速食 if we always eat fast food 那这个也不太好 我们字稍微改一下 不要用always always是百分之百 就是每天都要吃速食 那就不对了 我们只要用 often或者是usually 或者是frequently frequently就用经常的意思 或者是你用often 这个比较贴切 你用always就显然没有那么好 频率没有那么高 我们吃速食也是偶尔吃一下 sometimes often就算不错了 好 the imbalance的nutrition nutrition是营养 balance是平衡 加一个in就是否定 imbalance就是 不平衡 不均衡的营养 of food 那食物 不均衡的营养 可能会may affect our health badly affect什么 badly badly就是不好的影响 不良的影响 所以就是对我们的健康 有不良的影响 我们就用affect什么 badly 第二个不好的地方 第一个是指营养不均衡 第二个 the second one is 我们一样给它稍微改正一下 变成secondary 这些 其实同学都已经会用了 只是说 没有想到 什么时候可以用 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会比较好 现在介绍给同学 你们就可以了解 怎么去运用 多变化的一个转折 语持 people who eat rice are decreasing 说吃这个饭的人 越来越少了 因为全部人都吃素食了 所以吃饭的人就越少了 所以people who eat rice 吃米饭的人 are decreasing 越来越减少 越来越减少 一定要注意哦 你不能只有写到artic cuisine 这个是吃米饭的人越来越少 那个人是指人数 数量越来越少 不是人越来越少 而是数量越来越少 所以在英文就写得很扎实 他一定要加一个enumber 数量上越来越少了 而且 this this就指前面这个情况 吃饭的人越来越少 那这种情况呢 will have a serious influence 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对什么有影响 后面一定要加on 就是说某些名词 后面会有接固定的一个介绍词 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动词片语 所以有很多的介绍词 它是固定的 你不能乱改 influence 就是要加on 其他都不能加 好了 对什么有影响啊 on the living of our farmers 对于我们农夫的一个生活会有影响 这个地方呢 老师觉得没有那么好 因为通常我们写说对什么有影响 一定要影响谁 然后在什么方面影响 在英文是切割的 所以老师把这个不同的写法讲出来 on farmers 影响谁啊 农夫 好 农夫 那我们就要把农夫写出来 our farmers 那在什么方面 in making their living 在他们谋生方面就会受到影响 中了很多的道 可是却没有人吃 所以在谋生上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就是老师给另外一个方式 比较正确的写法给同学做参考 最后 最后一个缺点 the last one 一样 我们给他改成last last就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们转折语词 就是用last 再来看后面 他的一个内容 他是什么写出来的 他说啊 最后一点是 it will reduce the time for family reunion 我这个句子写得很好 这个素食啊 会减少这个时间 什么时间 for给予family reunion 这个是指家庭团聚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说吃素食会减少家庭聚在一起的时间呢 他后面就讲出原因了 这个是额外添加进去的 副子指剧表原音 来我们看他是怎么写的 他说啊 because everyone eats fast food 因为每个人吃素食 那么at dinner time 在晚餐的时候呢 there's nobody 就没有任何一个人 who want to eat at home 想要在家吃饭的 就没有人了 通通都跑到外面去吃素食了 文法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这个合理吗 好像也不太合理 你不可能说everyone 所以这个 这样子就比较不中肯了 我们还是觉得稍微改一下 说如果大部分的这个家人 都出去吃素食了 那么很少的家人就留在家里 吃米饭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互动就比较少了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内容老师就从这边修改 好 从这边修改 because because use 我们改用这个蓝色的 这样做一个切割 好了 就是大部分的家人 就是大部分的家人 那么怎样啊 go out to eat 都出去吃素食了 那么 那么 then 注意 if 常常是配合 then的 刚刚这个同学写的 那个是if 后面配合 and 就比较没有那么贴切 好 if 如果后面接 and 就比较不好 那么我们一服配合 then 如果 那么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 那么 feel members 就比较少的 家人 怎样啊 留在家 吃 饭 stay home eating 米饭 这个 rice eating rice food 就是米饭的食物 后面可以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句子 this 如此一来 好 添加进去 如此一来 那么 家庭就有 时间就比较少了 聚合的时间 聚会的时间 就比较少了 in this way 就是如此一来 family will have less time 就会有比较少的时间 to get together 聚合在一起 ok 只要添加这一句 in this way 如此一来 家人 家庭 就会有 比较少的时间 来 get together 相聚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 缺点 一 二 三 我们就改成了 firstly secondly 还有last 转折与时改变 那么下面 内容改变 因为内容不合理 我们就要修改 好了 这个是发展缺点的部分 好不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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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